黑猫中队仗着新式的武器就开始对咱们这边进行各种高空侦察活动 我们不在北京待着了 我要带着导弹打游击去 一定要把这个有老二打起来 被地空导弹击落的五架高空侦察机 已经足以说明我们国家的防空部队 有信心 有能力 有手段保卫我们神圣的领空 大家好 我是狗盛 上次我讲了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初 咱们的这个S75防空导弹 还会用它击落RB57D高空侦察机的这个故事 那在结尾的时候我讲到 从1962年开始又有一种新的高空侦察机到咱们的头顶逛游 这个就是U2高空侦察机 这个U2是大名鼎鼎的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的臭油工厂研制的 你要说它有什么本事呢 主要就是一个飞的高 它能飞22000多米 这架飞机就类似于一个安着喷气式发动机的滑翔机 它的翼展非常大 重量也很轻 这个飞的高的难度主要在哪呢 主要就在于高空的空气非常稀薄 密度非常小 有多小呢 我查了一下 2万米高空的空气密度只相当于地面的不到十分之一了 而飞机的升力是怎么算的呢 0.5乘以速度的平方 再乘以大气密度 再乘以升力系数 再乘以参考面积 所以说假如说后面的升力系数和参考面积不考虑的情况下 密度越小 产生足够大的升力所需要的速度就会更大 速度更大就更容易跨升速 跨升速的时候飞机就会发生剧烈的震动 而为了能够飞得更高呢 这架飞机很轻 所以用料很轻薄 跨升速这样的震动机体结构是承受不了的 所以说这架飞机在2万多米高空飞行的时候 必须保持特别特别精准的速度 你想 稍微快一点飞机就跨升速了 震动解体 慢一点的话飞机就失速了 升力不足就掉下去 而这个最大和最小的速度之间差多少呢 只差十几公里每小时 飞行员就把这个速度范围称为棺材脚 可见这架飞机特别考验飞行员的水平 60年代初的时候 美国就给台湾提供了这种飞机 对岸就派他们最优秀的飞行员到美国去学习开U2 回来之后就组建了一支部队叫做黑猫中队 这个黑猫中队仗着新式的武器就开始对咱们这边进行各种高空侦察活动 上次视频我说了 最开始的时候咱们全国就三个地空导弹营 全都在北京附近 我只要不往北京飞不就得了吧 我不看首都 我就去看看你别的地方 这些国防工业设施建的怎么样了 对不对 每次飞过来的路线还都不一样 非常狡猾 这可把咱们的地空导弹部队给击坏了 刚看他来没法打 对不对 这个时候还是那个543部队的二营营长 我们河北老乡岳正华 他就说了 我们不在北京带着了 我要带着导弹打游击去 到别的地方设服 一定要把这个油老二打起来 现在看来防空导弹部队机动了一下 非常正常 但是我上次讲的这个S75防空系统 不像现在的什么S300 S400之类的 几辆车一拉就走 竖起来就打 07岁8的东西特别多 一大堆 要机动就得拆开 等机动到位了之后再装 非常麻烦 而且不是随时随地立起来就能打 得构筑这个阵地 挖坑 修路 导弹发射架和雷达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 还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你差一点点还不行 所以说剩下两个营的营长就说 你这不就开玩笑了吗 这么金贵的设备是吧 全国总共就三四套 你还拉着一套满世界逛游去 你再给玩坏了 对不对 但是空军首长觉得 这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还不如就让这个二营营长去试一试 于是乎就批准了月振华营长 带着导弹打游击的方案 这个月营长拉着装备浩浩荡荡的就出发了 最后选了一个地方 哪呢 南昌 因为根据过去的经验 这个U2经常会在南昌经过 南昌往南有一条叫鹰下铁路 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地标 所以说情报部门就推测 这里很可能是一个飞行导航点 让飞行员认路用的 为了配合二营 空军还在南方的一些军用机场 进行了一些什么军用飞机的调度 假装好像有啥重大行动似的 勾起对面的好奇心 你别说这么一勾 这个黑猫中队真的中计了 1962年的9月9日 一架U2高空阵杀机从台湾就起飞了 沿着鹰下铁路就奔着南昌来了 一头就扎进了月振华的伏击圈 二营不负重望 刷刷刷三颗导弹 就把U2给干下来了 导弹打游击 是可行的 于是乎剩下的几个导弹营 也都把这个导弹拉出来 第一机在哪出现的多 他们就把阵地安在哪 可是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怪事却发生了 U2这个时候好像可以知道地面导弹的存在 每次防空部队一开制导雷达 U2就会开始规避 让导弹错失攻击的机会 原来这个时候S75制导雷达的频率 已经被美国人给获得了 他们给U2加装了一套系统 这个系统叫做12系统 这套系统一旦感受到S75的制导雷达 发射出来的雷达波 就会给飞行员发出警告 飞行员就会立刻转向 逃离导弹的攻击范围 为了破解这个12系统 当时的543部队研究出了一套土战法 叫做尽快战法 啥意思呢 就是把敌机放到离自己更近的地方 这个时候再开制导雷达 迅速完成发射 这样就算是敌机立刻扭头就跑 依然可以被导弹追上命中 这个战法要求战士们操作武器系统的速度 尽可能的快 尽快的捕获然后发射 经过苦练 终于U2又被我们拿下来一架 这回我们就拿到了这个12系统 把它恢复了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 然后就找到了应对的措施 那就是我们改变制导雷达和目标扫描雷达的频率 这样子12系统就不会告紧了 凭借着这样的电子对抗技术 咱们很快又拿下来一架U2 正当大家觉得 我们的电子战打得很有效的是 1964年的11月 在兰州咱们的防空导弹部队 面对一架来袭的U2的时候 叉叉叉三发导弹打出去 全都打飞了 错失目标 战斗实力 咱们当时也不知道咋回事 直到1965年 咱们又打下来一架U2高空侦察机 才从上面找到了一个新的玩意 叫13系统 这个13系统 是一套七片性的电子干扰系统 它一打开之后 就会给地面的制导雷达一个假的回波信号 把导弹导到别的地方去 那就怪不得1964年在兰州 我们三发导弹全都打飞了 对不对 1965年打下来这架又是咋回事呢 是因为这架飞机 它这个13系统没有及时的开启 所以说就误打误撞被击中 针对这个13系统 咱们就开始研制反干扰系统 相继就搞出了26号反干扰系统 和28号反干扰系统 终于在1967年 又用28号系统击落了一架U2 至此咱们国家打下来的5架U2高空侦察机 这就打完了 总共就打了5架 在那之后 对岸就突然停止了 对咱们的高空侦察 一方面 这个被地空导弹击落的5架高空侦察机 已经足以说明我们国家的防空部队 有信心 有能力 有手段 保卫我们神圣的领空 另外一方面 这个时候 我国获得了一些新的战斗机 这些战斗机 也逐渐开始对U2形成了一定的威胁 那么是哪种战斗机呢 咱们下节课就来讲讲它 我是狗盛 带给你硬核有趣的航空航天知识 点赞加关注 就可以下课了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